那接下来我们说了 按照作业成本计算方法 我们已经把这个产品 或者是服务的成本算出来了 那我们现在已经有了 这些作业成本信息 如何来利用这些作业成本信息 那是关键 所以说 以作业为基础的管理 这才是我们在作业成本法下 一个最关键的地方在这 那我们按照作业成本法 所提供的信息 进行作业成本的管理 我们说目的是啥呀 就是要看一看 你在生产产品经过劳务的时候 看一看哪些作业是增值作业呀 增值作业怎么样 我们要提高作业产出 这个提高作业效率 这样的话我们竞争力才会提高 那个非增值作业怎么样 我们应该精神消除 这是我们作业成本管理的核心认识 最终目的是这个 这样的话怎么样 把我们资源消耗可以建下去 我们经济实力给大的提高吗 这个作业技术管理呢 通常就是包括这么三个方面 一个是作业分析 作业改进 还有呢就是利用这个作业成本信息 进行短期的信用决策分析 下面呢我们就分别来看一下吧 关于这个作业分析 我们看一看怎么去分析呀 把这个基本的步骤呢 我们先熟悉熟悉了解了解 那我们在进行作业分析的时候呢 那就得看一看你在生产产品提供劳务的时候 有哪些作业呀 然后这些作业怎么样 哪些是增值作业 哪些是非增值作业呀 我们说增值作业就意味着什么 你在生产产品提供劳务的时候 是必须得发生的是不是 它能够给顾客带来价值 对到增值作业 增值作业的话呢 我们说应该是增加它的作业产出 提高它的效率 那紧接着呢 我们还要看一看 你在生产产品提供劳务的时候 哪些是重要性作业呀 因为你作业是很多的是不是 你不可能说眉毛糊涂一把抓 任何项活动你都拿过来 我需要管控管控 你拿那么多精力呀 拿那么多财力呀 所以说呢 我们就要看一看啊 这个 根据你这些作业的发生 它对你这种产品的生产经营 对你顾客价值提供 随起到决定性的这种重要作用 应该重点去关注一下 另外呢 我们也看一看啊 你这作业发生之后 要给你成本效益原则 你这个作业 发生我们之后会资源消耗 然后作业自然会带出一种 回报 产出嘛 你产出 比起大运你投入 这叫公平效益原则 然后综合去考量 看一看 对你这个产品提供啊 对你的服务提供啊 它的价值创造 最为关键的把那个作业都拿过来 然后我们就分析分析是不是 因为你把那个重要作业管控好了 基本上说你就成本就能够控住了 就这里面呢 我们说的这个二八原则的应用 对吧 二八原则用啥意思啊 这个最早它是用于分析什么 分析这种财富的水平的一种分布的 说这个全球的20%的人掌握着80%的财富 二八原则 那在我们这里面啥意思呢 我们有那么多的作业 我们说抓住其中最重要的20%的这些作业项目 因为这20%作业项目 它能够决定着我们这个产品或者服务成本的80% 你看你把这个20%的作业控制好了 因为这是非常重要作业嘛 对我们这个价值创造起的决定性作用的 把它控制好了 那就意味着成本就能控制到80%水平了 就OK了 对吧 这二八原则其实用的时候还是非常关键的 你说我们全书的内容 那就意味着什么 我抓住其中的20% 30% 因为它能够决定我们全书的80%的重要的考核点 那行了吧 这是我们得用最少的投入 然后赚取最高的回报出来 你看我们的讲课的数学 基本上说是按照这样的思路来说的 非常重要的地方我老假会想想细细讲 不重要的地方我就略一下 可有可恶的地方我甚至都不讲 都不在我们讲一里面 明白了吗 但是我们有些考生怎么样 你看老假今年某个点没讲 今年考试就有这个点 你看这一分没拿照 你看我都59分吧 这是老假罪过 所以说我从来不看各位的评论 你只要是按照我老假告诉你的哪块和我必须好掌握 你就去掌握起 保住你过关 我老假保不了你满分 但是我能保你过关 那一分丢掉了 那是老假造成的吗 还有99分可得呢 那那90多分你怎么不好弄呢 个别一两问不要管他 但是我们有太多的考生 他就是这样想的 考完之后每年都是这样 哎呀对今天考试情况评论一半 哎呀今天出题太偏了 太怪了 这找不着点呢 然后怎么样 最后他过了 我说了 你看出题从这样我就能过 你看我水平多高 最后他没过呢 你看就是因为出这样的题 我没过 你看不是我的问题 是出题的问题 不管是哪个 他自己都很有面子 不要这样看啊 太多的考生每年都这样 那接下来呢就是我们把这个非常重要作业 不都找到了吗 然后这些非常重要作业呢 然后拿过来 和这个最佳的那些实践作业去比一比 看看同行业来讲的话 哎你看看人家这个作业发生之后 人家用了多少的资源消耗啊 人家用了多长时间呢 人家作业的时候到底有几个人呢 而你这块多少啊 一对比就可以发现什么 哎呀你的作业是不是太差了 我们是不是还应该有改进的机会啊 这就是对标和这种这个有效性分析 你找到差距是不是 然后接下来呢我们还注意什么情况呢 就是说你这个企业在生产产品提供劳的时候 怎么样 这个不同的作业之间怎么样 这个联系应该是比较紧的 我们讲的是有序的无缝的链接 才能保证效率高啊 那如果说你这个作业里面怎么样 有重复 有重复就会浪费资源吗 效率低下吗 所以说怎么样 对那些重复作业要进行改进 要进行流程的优化 对不对 可以提高我们效率 从而怎么样 先上我们的资源消耗就可以了 那就快了 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看啊 说我们在进行作业分析的时候怎么来做呢 那怎么来做呢 那首先一个呢 那我们就来看一看 说我们这些作业发生了哈 这些作业发生之后 我们说作业发生就会有资源消耗吗 那我们就看一看 那你消耗这些资源到底合适不合适啊 我们要对这些作业的资源消耗 要进行分析讲的是有效性分析嘛 那么怎么进行资源的有效性分析呢 说我们在生产产品提供劳务的时候 在整个的这个生命周期的过程里面 从研发设计到最后生产销售 整个过程里面 到底有哪些作业呀 把这些生产产品提供劳务的这些活动 我们要细分一下这叫作业的识别嘛 那么这些作业都识别出来之后呢 我们将来在你分析的时候 你不可能说啊 我A产品B产品每个作业都分一下 每个作业分一下 那太麻烦了 用量太重了 所以这时候怎么样 同样要把那些具有相同的作业动因 放到一起 这些作业放到一起 放到一起说怎么样 我们就形成了作业中心了嘛 然后呢在这个作业中心里面 就可以把那些资源消耗放到一起了 是不是啊 就形成了这个作业中心的一个作业成本嘛 这合计数出来了 其实就是什么 就是我们讲的成本库 那我们说呢 对于这些作业而消耗了这么多资源 那这些资源消耗到底是不是合理的 是不是必要的呀 我们说去年的有效性 一看这些资源的消耗都是合理的必要的 那就说没问题 没有浪费 好 有效性就分析完了 那接下来呢 我们再来看一看 说你这些这个作业发生了 然后这个作业发生 目的是怎么样 是为了将来生产产品和提供服务来使用的 对不对 那就意味着你这些作业最终的产出怎么样啊 它在为你产品的生产服务的提供的时候 到底起了多大作用啊 哪些起作用的作业 哪些不起作用作业呀 其实说白了 我们这块作业分析讲什么 讲的就是一个增值性分析嘛 为你的产出到底做了多贡献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来看一看了 你这个作业的发生 为你顾客价创造 看看有关系没有啊 那就是意味着我们说了 你能够增加顾客价值作业 我们应该提高他的作业铲除是吧 不增加顾客价值作业应该尽可能消除嘛 因为你作业的数量消除了 资源消耗不就降低了嘛 然后怎么样 你产品或者服务的成本不就降下去了嘛 所以说我们要看一看 哪些是增值作业 哪些是非增值作业是吧 我们说作为增值作业来讲的话呢 要同时满足三个条件了 一个你这个作业功能明确 作业发生之后为啥发生 非常清楚 功能作用是明晰的 另外呢 说这个作业怎么样 能够给这个产品或者服务提供价值 另外怎么样 说这个作业是必须得有的 不能被替代 不能消除 同时满足这三个 OK了 没问题 你怎么样 你提交增值作业 你比如什么 比如说我们这个产品的加工 网络产品的包装 什么这个订单的获取 功能清楚呗 当然清楚呗 加工呗 你不加工怎么能形成产生品 它能够为这个产品和服务提供价值呗 当然可以呀 如果这个加工这环节没有 那你比如说我是生产桌子的 都不能成为一个成品桌子 水药啊 没人要是吧 所以加工作业肯定是 能够为最终的这个产品价值提升 我们说能够起到这个贡献的 所以说这个是必须的 再来我们说你这个可不可以把它去掉啊 当然不能去掉啊 能够提供价值 而且不能去掉 你说去掉了之后 怎么能形成桌子呀 说我们卖个整品桌子和卖那板材 能一个价吗 所以说能够提供价值 而且怎么样是必须发生的 那就是什么 这叫增值作业 你看这不就出来了吗 那你比如说呢 像这个废品的行李呀 次品处理呀 等等等等这些东西 或者说这个材料在仓库里面等待呀 这些东西 那叫什么 那叫非增值作业嘛 非增值作业 那你比如说我们这种废品清理 这种废品清理作业 那你说功能明确不 功能当然明确的呀 废品清理嘛 你还不知道在干嘛吗 功能是明确的 那么他能够给产品或者劳务提供价值不 我们说这种价值提供 废品的清理 说我们有那么多废品把它整理整理 这个好像也不会增加你的这个价值是不是 那东西也没人要 那你说这个东西是必须的吗 那如果我生产的时候 按照全面质量管理 我没有废品 那没有废品我还清理干嘛 就不要清理了吧 做事它是怎么样 它不是必须发生的 如果我们是零缺陷 生产产品 没有废品问题 没有废品就没有废品清理的作业了 所以说你就在考试的时候 给你相关作业就按照这三条去判断 三条同时满足的叫做事作业 没有同时满足的那就是非参与作业 好 搞清楚了 那接下来就是关于这个作业链的综合分析 也就意味着你在生产产品 提供劳务的时候怎么样 我们说作业和作业之间 我们说应该保证什么 保证有效的无缝的链接 这样的话怎么样 才能保证我们的效率的提高 如果说我们生产产品提供劳务的时候 作业和作业之间存在的重叠 存在的延误等待 那当然我们这个效率低 效率低怎么样 资源消耗就多了 所以在这里面 说我们在这个作业链综合分析的时候 说我们生产产品提供劳务 我们尽可能的这个产品的设计的时候 尽可能使用通用性这种零部件 而且零部件数量少一点 你使用通用性的这种零部件 而且零部件数量比较少 这样的话 我们在生产这些零部件的时候 你的模具的制作作业不就降低了吗 你的模具的制作作业降低 不就可以减少我们资源消耗了吗 是这么一个思路下来的 就是你作业和作业之间是有相互联系的 是不是 好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作业改进 作业改进呢 就是说利用我们作业成本法所提供的这些作业成本信息怎么样 使我们这些流程要进一步的优化 看一看 我们在价值创造方式里面 没这种方式 我们成本是最低的呢 讲的是作业改进问题 首先一个怎么样 说我们要消除那些不必要的作业 因为你作业一旦发生 就会有资源消耗 而把那些不必要的作业 你给它消除掉了 那资源不就节约了吗 你比如说怎么样 比如说我们在选择原材料共同商的时候怎么样 我们跟他说好了 你要给我保值保量给我提供 这样的话 你材料来之后怎么样 我就不用检验了 那不用检验的话 不就相对怎么样 我检验作业这块的这个成本不就节约了吗 你看这多好 是不是 再有呢 我也不盖仓库了 这个我就从你的供应商这块把材料直接拉到车间 是不是我就可以怎么样 这个减少我的储存的这个作业了 是不是 我就可以怎么样 我残库也不用盖了 是吧 你储存作业就没了 是不是就可以把我们这个不必要作业 也给它消除了 接着我们资源消耗 是吧 那么再有呢 我们说这个有不同作业出现的时候 我们怎么样 我们说要选择个低成本作业 是我们资源消耗节约一点吗 你比如说我们这个产品的这种物流的这种配送 是我自己养个运输的这种车队去运送呢 我还是由专业的那种物流公司去配送呢 最后发现一比较什么 由专业的这个物流配送公司去配送的话 我成本可以大大降低 专业化运作嘛 所以就没必要自己养一个什么呢 运输的这种专业的队伍了 是不是 降低我们资源消耗 那么再有呢 就是我们这个减少这种作业的消耗 这个提高这个作业的效率 你比如说呢 我们原来的时候这项作业 可能需要五个小时是吧 现在我三个小时两个小时就OK了 作业效率怎么样 就可以大大提高了嘛 大提高 那你作业效率大大提高的话 我们资源消耗会降低了吗 另外怎么样 我们对那些员工怎么样 我们给他一个这个标准化的培训 是不是 做每件事情都是流程化的 都是标准化的 标准化的话自然怎么样 效率就会提高是不是 效率提高了 我产出就多了 资源消耗会下降 那么再有呢 就说提到了一个作业共享 那这作业共享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我们在生产产品提供劳务的时候 特别是我们的设计产品的时候 我们是怎么样 尽可能的要使用标准化的那种设计 标准化设计的话就意味着我们那些零部件 可以通用去使用是不是 这用不了 其他就可以用吧 这样的话怎么样 就可以使我们的成本就可以降低了嘛 如果说你每个产品都是专用的零部件供应 那你这里面的成本就会比较高是吧 重点比较高 你没法共享嘛 说我设计出这个零部件之后 只能这个产品用 另外一个产品用不了 那怎么共享呢 达不到一种规模的效应 是不是 那么再有呢 就是我们对于这种未使用资源 怎么去配置 我们要事先编一个资源的使用计划 按计划去配置资源 保证我们高效使用 你如果说没有个计划安排的话 东一郎子西一棒的 今天往那多放点 今天明天往那多放点 那就意味着你的资源 可能消耗就没法控制 那成本就会马上上升 就像我们各位一样 我们说在复习备考的时候 我们的做计划安排 每天我看多少 每天我看多少 你只要保证着计划去做 你就不会觉得这么辛苦 如果说你没有做计划安排 像今天我看三小时 结果过了半个月没看书 那三小时白看了 又成新的了 你只有每天保证看的人 每天保证看 那就意味着在脑子里面总在重复 总在装东西 那才可以的 过一两个月看那边几个小时 熬夜看了百二代叶 没用 千万不能那么干 那么干的话 我们说 效率并不高 最终的效果是极差 就是我们只要保证每天 有两个小时在看这书 每天保证两个小时看这书 就OK了 你注意 这是我们的计划安排 可能我们有的同学 考前一个月才听到这 老假说了 每天看两个小时 那行吗 注意我们这课程 我现在录到这 这是我们教材刚刚出来 今天多少号 今天是12号 1月12号 从现在开始 每天每天这么保证往下看 才可以的 你如果说考前一个月的 突然听到这 老假说的一天两个小时 能看完呢 其实到现在为止 我们有的同学 已经按照这个讯教材 到现在已经学完一遍了 现在应该才学第二遍的 你说他不过 怎么可能 现在我们有的同学 有时候在这个微博里就问我 我现在没时间呢 你说我不听课行不行 那不听课行 我把讲课干嘛 对吧 那说不听课都能过 那咱往下别开这课了 你就都自己学的了 好不容易问个问题 还问个这问题 是吧 也不珍惜问问题的机会 我老假也不是每天都在刷手机玩 突然看到这问题 你说 我一般都不恢复你 那不叫问题 本来我老假 这个对我们各位考生 这个问问题的时候 回答都是相对比较及时的 你说你都不珍惜 那问问题的机会 问这个事 不听课行不行 我时间紧 我想效率高点 还有人说 老师我没时间听玉学班 我直接听技术班行不行 或者说我技术班没时间听 我将来直接听阿里班行不行 那行的话我们还开这么多班看 所以说这问题我一般不予恢复 我就当中没看着 所以你也不要埋怨我 因为那不叫问题 然后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说利用作业成本的信息 对于我们短期经决策经优化 看看怎么来操作的 首先一个就是本量力分析 我们基于作业成本的法去做 那么基于作业成本的法 去做本量力分析的话 它的差别在哪呢 也就是说它把变动成本 是分成了两块 一个是短期变动成本 一个是长期变动成本 只是这么一个区分 那么所谓的短期变动成本 就意味着和你的产量 及作业有关系 产量越高 你这块的这个变动成本 就会成比例的上升 也就意味着这种短期的变动成本 其实说白了就是我们在传统的 那种成本计算方法下 它那个变动成本的概念 产量越高 你这块的成本会成比例增加 这叫短期的变动成本 所以说我们这个成本 比如说可以和你的工事有关系 和你的机翼小事有关系 和你的这个产品顺量有关系 等等 比如说你职业财类 职业扔工 就是典型的属于这种 接下来就是关于这个 长期的变动成本 这个我们说是和你的批次 和你的品种的数量有关系 具体你的产量多少没关系 意味着吗 意味着这是品种级作业成本 或者是批别级作业成本 你比如说你的服装加工厂 生产衬衫 西服 甲克 三个品种 那三个品种的话就意味着 你这个品种这块的作业成本 那就和这个品种数量有关系 我如果就生产一个品种 或者生产两个品种 那这个品种这块的作业成本 肯定都不一样 所以说你品种数量越多 这块比如说请的设计师 就会多一些 如果就生产一种产品 一个品种 就是西服 那我就请一个西服设计师就可以了 那现在我得请三个设计师 那三个设计师 你看 工资不就多了吗 那么再有呢 就是批别级的话也是一样 如果说你批次越多 这个成本应该越高 你比如说我们这个生产西服 有各种形号的 衬衫有各种形号的 每一种形号就是一个批别 每一种形号就是一个批别 具体这一个批别里面 我生产的时候 我需要把那个设备要调整一下 对不对 一个批别的时候 比如说我那制版的时候 我得需要制次版 那就以为你批别或者批次越多 你这块作业成本就会上升 这就是长期变动成本 那么这长期变动成本的话 其实在传统的那种成本计算方法下 这份成本 通常就把它放到那个固定成本里面来了 而现在我们在作业成本计算方法下 因为我找到了什么呢 找到了一个成本和这个作业量之间的这种 内在的关系 我就可以按照这个作业量去分配了 和这个作业量是正规的变动 那叫长期变动成本 那接下来就是固定成本 固定成本就意味着什么 其实说白了 就是跟我们传统成本计算方法里面的 约数性的固定成本很相似 那么所谓约数性固定成本就意味着什么 是由你生产经营能力来决定的 你有这么大的生产经营能力就必须有这么多开支 你比如说有你的厂房的 这个追求费 管理人的工资 有这么大的一个生产能力 就得需要有这么多设备 等等等等 这就属于固定成本的概念 其实说白了 就是意味着什么 属于那种设施级的 最成本 维持整个企业正常运转 这些成本都属于 那么这样的话呢 我们通过这么来分析的话呢 我们会发现 我们说按照作业成本计算方法的话 说我们要进行本链的分析 那就说你的长期变动成本啦 短期变动成本啦 都属于在作业成本计算方法 加那个变动成本的范围 只不过呢我们说你短期变动成本 是和你产量的有关系 而这个长期变动成本呢 我们说是和你的品种的数量 批次的多少有关系 对吧 那这是我们来看 其实在最成本计算方法下 我们的固定成本的口径 和传统成本计算方法相比的话 是不是什么呀 口径小了嘛 因为其中一块拿到哪了 其中一块拿到了长期的变动成本 那说我们在计算这个别人计贡献的时候 别人计贡献不就输入减变动成本吗 那就说我们输入减变动成本 注意这个变动成本 就要包括两块 既包括什么 既包括短期变动成本 而且还要包括什么 还要包括长期变动成本 你别给减错了是吧 如果说你还是只减了短期变动成本 那完蛋了 这份又没了 因为你那个没有基于作业成本计算方法去分析 对吧 好 那我们来看个例题 某公司是一家从事家具制造的企业 公司决定上一条新的生产线 来生产学生的桌椅 最大的生产能力5000套 该套桌椅市场售价每套850元 电动成本每套450元 公司预计投产之后 每年将增加固定成本60万元 其中40万元 它可以追溯到与批次相关的作业终 既然可以追溯到与批次相关的作业终 那就意思吗 我们在作业成本计算方法下 就可以把它视为一种长期电动成本了 公司要求预期新增的营业利润 至少为48万元 公司预计新生产线将按批次来消费生产 并且只能进行小批次生产 每批次只生产100套 每批次生产100套 如果我们这块是最大生产能力是5000套的话 就有什么 意味着我们生产的批次应该是50批 假设产效均衡 生产多少卖多少 要求根据本量力分析的模型 分别计算传统成本法和作业成本法下保利产量 保利产量就意味着你要想实现这块的48万元的营业利润 那看看你的产销量多少 好 我们来看一下 按照传统成本法下看一看 那就意味着我们这个利润有了 按照传统成本法下固定成本有了 然后怎么样 除以这个单价减单变是吧 不就可以算出实现这个利润的时候它的产效量吗 其实像我们玩熟的可以这样练 如果玩不熟的话你咋练呢 玩不熟的话你就这样练呗 我们要求的产业量是Q是不是 乘什么呢 850减去450是吧 通常单价减单变 那不就可以算出边境贡献总额吗 然后再减什么 再减这个固定成本是吧 固定成本多少呢 固定成本是60万吗 然后等于多少呢 等于48万是不是 这不就可以了吗 是不是就可以求出Q来呀 然后你列出式子不就这个式子吗 这个没问题是吧 这是传统成本法下 这个实现目标利润的一个产量 那现在呢我们来看一看 如果是基于作业成本法呢 那基于作业成本法 我们的首先怎么样看一看 你的长期变得成本多少吗 我们说那40万是可以归到和P4有关的成本上去 我们说呢按照最大产能的话 如果每批生产100套就需要生产50批 所以说每批的成本有了 而一批呢我们说是生产100套 所以说呢 这个每套卓宇的这个长期变动成本就出来了 是吧 那下面我们说按照作业成本法下 你这种保利产量呢 这时候呢我们说了 这个与这个企业正常运转的时候 和设施有关的 这个固定成本直接拿到这来 是不是 那就不是原来那里60万了 是不是 因为60万里面其中40万批走了和这批嘴关的 那就还剩20万不放这 目标利润呢还是48万是吧 分母这块呢 单价减去单位变动成本是吧 那这时候你注意单位变动成本里面就包括什么呢 包括短期的包括长期的嘛 同样呢你也可以按照我们上面试的列是吧 也没问题吧 那啥意思呢 那就意味着我们这个要求的是产量是吧 乘以什么呢 单价850 减去单位变动成本一个450 再减去一个80是吧 然后怎么样再减固定成本 固定成本这块怎么样 这块就20万了呗 然后这块等于什么 等于48万呗 算是结果不就亏了吗 你玩熟了就可以这么来列 没玩熟的时候就是下边这种列实方法 这个列实方法应该不陌生吧 我们在这个全面预算管理那块呢 我们讲这个预算目标确定的时候 不有本量的分析法吗 本量的分析法 这不就相当于这个目标利润吗 所以说我们前后要把来在一起 我们有时候说哎呀这不熟呢 不熟就说明前面忘了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在作业成本法下这个产品的盈利性分析 说你产品到底盈利还是没盈利 这时候我们一定要注意什么呢 注意一下你这个产品的售价和什么去比较 应该是产品的售价和你的作业成本法下 所算的成本去比较 才能判断你是否真正的盈利 为什么这么做呢 因为我们说在传统的成本计算方法里面 你在进行那些间接分用分配的时候 它是按照产量比例性分的 产量高的分的多 产量少的分的少 而并没有考虑你这个产品的生产过程的 那种复杂的程度 所以导致什么 导致你产品成本信息的扭曲 而在作业成本计算方法下怎么样 它考虑了复杂程度了吗 你这个产品或者服务的提供过程比较复杂 那这个过程比较复杂化就意味着你会消耗更多的作业量 那你消耗了更多作业量就意味着你就应该承担更多作业成本 那理所当然你成本会高一些 那成本高的话 我们将来在把这产品再卖掉的时候 你价格自然会高一些 可以保证我们将来这种角色分析的时候 角色更为相关 避免我们的角色失误 对不对 所以你要想判断产品是不是真的盈利 一定注意是和你的作业成本法下那个成本信息做比较 才能判断出你是否是真正的盈利产品 可这个传统成本计算方法下那个成本去比较 说服力不强是吧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说我们按照作业成本计算方法 把这个产品的成本算出来了 多少呢 比如说是每件100块钱 那我们这个加成百分比呢 比如说是20% 那就意味着我这产品定价定多少呢 那就是每件是120块钱 按照这个来卖就可以了 那我们说你这时候按照作业成本法所计算出的 每件的这个100块钱的这个加成的这个基数 我们通常来讲的话 是这个产品的增量成本或者相关成本 为什么这么来说 因为你在生产这个产品的时候 你比如说我生产能力没发生变化 你原有的时候你那些固定制造费用 不管生产不生产 那些固定制造费用都是继承事实的 都在那发生的 所以我不用管它 我们需要考虑的 我们说是你这个产品在生产的时候 它的一个增量的概念 比如说我需要有财力的耗费 需要有人工的耗费 比如说我们还需要增添专用设备 那没办法了 因为你要想生产这个产品的话 需要增添专用设备专门的人员 这时候所发生的相关费用也得放进来 这时候你会发现 这块的增量成本或相关成本的概念 是不是和我们前面讲那个变动成本法 在短期经营角色里面应用 是不是很相似呢 我们前面所讲的变动成本法 在短期经营角色里面应用的时候 你看我们考虑成本 是不是相关成本了 而且那个固定制造费用 我们也没考虑吧 你看我们考虑到什么 这个这些材料 这些人工 还有变动制造费用 那就意味着只要生产产品 这些东西就得发生 如果说需要增添专用设备了 需要增添专门的人员了 然后把这个成本再放进去 你看这不就是个增量成本概念吗 所以说这个和我们前面讲 那个变动成本法下 在短期经营角色的应用 概念是类似的 好了把它熟悉熟悉 接下来我们来看额例题 他说某企业本月生产加以两种产品 有关的资料 图像 第一个资料 加以产品的产量 小小单价 还有相关成本 我们看张表 有职业财励的单位成本 职业人工的单位成本 这属于职业成本 然后下边这块还有制造费用 就是两个产品怎么样 共同发生 接下来第二个资料 他说经作业分析 相关的作业成本资料 给了一个表 这里面我们说有这本三项作业 三项作业 然后成本动音告诉我们了 而且每项作业对应的成本也有了 加以产品消耗的作业量的合计有了 分配应该不是什么难事吧 接下来看第二要求 根据资料 指出作业项目各属于哪个层次的作业 并指出确定成本动音应该考虑哪些因素 那根据我们这个前面资料 我们对于这些作业的识别 这个维护 设备维护 属于什么 设施于作业 那就是保证企业正常运转 机器加工 属于产量的作业 那就意味着你产量越高 机器加工的作业量越大 这个调整 当然跟批别机有关系 那叫批别机作业 批次越多 就意味着我们这块作业的方程越大 叫作业识别 那么我们在确定成本动音的时候 应该考虑因素就三个 成本动音要多样化 要多维度 这样才能保证我们 这个间接费用 分到各个产品的时候怎么样 要分得更准确 然后相关性就是 你成本动音选择 一定要和你这个作业的方程要相关 有内在的因果关系 你分配才是科学合理的 然后还要考虑成本 因为你在这里面说我们每一项作业 都找出他这个成本动音来是挺多的 但是我们分配任务就比较重 所以我成本效益的权衡问题 这是要把握一下 接下来看第二要求 以集体小时作为分配制造费用的标准 他说采用传统的成本计算方法来计算 假以两种产品应该分配的制造费用 那分配有了之后 我们说乘上这个假产品的几小时 这是他应该承担的制造费用 然后除以什么呢 除以这个假产品的产量 单位的一个假产品 应该承担制造费用出来的 然后再加上我们前面两项 直接采到直接成功 不就可以算出他的单位成本吗 同样的思路 然后我们说你用这个制造费用的分配率 乘上什么呢 乘上这个乙产品它的机器小时数 这是他应该承担的制造费用 然后除以什么呢 除以他的产量 是不是就可以算出 他的一个单位的产品 应该承担制造费用 然后再加上他的一个 这些材料这些人工 算成他的单位成本 这个应该思路清楚吧 应该没啥问题的 接下来看第三个要求 采用作业成本计算方法 来计算 加以两种产品应该分配的 这个制造费用 以及单位成本 那这时候呢 我们就分别来看一下了 这个假产品应该承担的 这个设备的微物成本多少 那么这个总的微物成本呢 是一万是吧 然后除以这个假产品 和以产品耗用的作业总量 是不是就可以算出 这个 分配率 那么这个作业成本分配率 有了之后 乘上什么呢 乘上这个假产品耗用作业量 就是你假产品应该承担的 微物成本吧 那么乘上这个以产品耗用作业量 那不就是以产品应该承担 微物成本吧 那一丝类推 那这个机器加工成本也是一样 总的机器加工成本 有了之后 除以他们这个作业耗用总量 然后什么呀 乘以这个假产品的这个耗用作业量 就是假产品应该承担的 机器加工成本 乘上以产品耗用的这个作业量 就是以产品应该承担的 机器加工成本 是吧 你看 设备的微物成本分完了 机器加工成本分完了 还有一个 就是什么 这个机器的调整成本 分的分完一样 是吧 除以总的作业量 然后乘以这个假产品的作业量 这块同样道理 除以总作业量 乘上这个以产品的耗用作业量 就分完了吗 那分完之后呢 我们就把这个假产品应该承担的 这个三个作业成本 和在一起 以产品应该承担的三个和在一起 那和在一起之后呢 就是假和以的总的作业成本 不就出来了吗 你注意 这俩分完之后 把它加在一起 你看是两万不 你别最后说你是分完了 最后加在一起 跟我们要分配的两万 对不上了 那你错了 赶紧改去 好了 那一个假产品呢 我们说你承担作业成本有的时候 你处于它的产量 单位作业成本吧 那么以产品的应该承担 这个作业成本有的时候 处于它的产量 单位作业成本 好了 加上他们各自的直接成本 你看单位成本不就出来了吗 然后接下来看第四个要求 结合呢 第二和第三个结果 对于两种产品的盈利性的进行分析 并进行决策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吧 按照传统的这种成本计算方法的话 那我们说假产品 它的单位成本怎么样 比这个单位售价低 按照传统的成本计算方法 假产品盈利 而乙产品怎么样 乙产品它的单位成本 要比单位售价高 亏的 那如果按照作业成本计算方法呢 我们会发现 假产品单位成本 比单位售价高 出本是亏的 而乙产品相反 乙产品是盈利的 那我们要进行决策分析的话 应该按照谁来分析啊 谁才叫真正盈利性产品呢 我们说 基于最成本信息 能够保证我们成本信息的真实可靠 才能判断你是真正盈利性的产品 所以说怎么样 我们应该怎么样 应该去生产产品 整体思路清楚吧 我们的高派考试就这些 你说这么简单吗 没问题 考试也许比这还简单 所以说我们不用去吓唬自己 你不敢考试 这都是别人吓唬你 吓唬你 你如果真正从考试上去走一次的话 你就不害怕 第二单 看第五要求 只收作业成本法的有缺点 这个就比较简单了吧 你不用背它是吧 我们直接到同超教材去吧 但一些关键点得清楚是吧 能够准确提供成本信息 对吧 那么再有怎么样 还说能够有助于这些流程的这种改进 保证角色正确 关键点 再有怎么样 有利于改善我们的成本控制 方便绩效管理 再有怎么样 可以听说我们的管理的能力和管理水平 不读地方怎么样 我们关于这个作业的识别 划分 还有我们成本动因的选择 有主观性 然后怎么样 这个成本比较高 成本比较高 操作里面也比较麻烦 对吧 比较复杂 好了 就行了 当然我们各位考生类似这样题的时候 都不敢这个少点字多点字的是吧 总怕那少点字多点字的一个扣盔 对着我们太多的考生教材咋写 我就咋往里录录吧 当然没关系 肯定是可以的 但是我们说你在学习的时候一些关键点 我们录上去的话 这题就得分了 这样的话我们效率不就大大提高了吗 感谢观看